在我看来 因为我接触的这十几年 到澳洲来的 投资移民的客户比较多 到了这几年 可能是大二投资签证 或者是132签证多了 那么一下子就要投几百万奥币过来 对他们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触动 那么一开始 他们会借助于 跟他们就近的一些专业的力量 比如说他们的移民中介 他们认识的会计师 以及他们周边的朋友 那这样的平台 可能对他们进行 财富上面的传承和增值 能够引进一些初级的服务 但是更专业水平的服务的话 就会显得比较有限 他们在做一些比较大的大额的投资 我觉得是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不安全的 而且他们也不敢 也不放心 我们作为一个专业律师事务所 看到过很多不同的市场上的骗局 和不靠谱的投资计划 第一个类它是一种传销性的行为 就是说向客户推销高回报低风险的这些产品 真的要做到高回报低风险 这是不大可能的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市场上所有的产品大家都能做到高回报低风险 其实风险和回报它是有一个直线的比例的 第二个就是华人很多投资 或者我们的客户在初始做投资的情况下 是不看相关的投资文件和投资说明书的 或者甚至在没有任何投资文件或者投资说明书的情况下进行投资 那这是一个很高风险的一个行为 还有一些华人在澳大利亚自己独特的碰到的一些问题 你会发现一切都是英文 中文又是自己的母语 英文又不太明白 再加上很多新的投资产品 都是西方人开始搞出来的 很多用词细微差别 特别的让人感到混淆 所以信息大量的不对称 你得到的信息来源非常的局限 很多华人朋友在身份的变换 从中国税务居民到澳洲税务居民之前 如果没有做妥善的税务规划 到澳洲以后会发现 不但自己在澳洲的这些财富管理的收入 包括在国内 甚至全球的财富管理的收入 都会被拖到澳洲的税网 而且税率非常高 18万澳币以上的部分 是按接近50%的税率 而这中间不会有一个 过度的税率让他去适应 很多人会有一个 英文叫nasty surprise 新移民咱们刚过来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的信任一些 咱们自己身边的朋友 或者一些老移民 包括邻居 或者我知道咱们可能也有一些 自己的微信群 朋友圈里 就是互相的大家 用别人的方式 或者别人以前朋友的经验 来为自己诊断一下 而不去真正的去询问 我们的这些专业人士 在我们公司 已经碰到大量的这样的案子 大家因为信任朋友而投资 出现失败 而上法院一直在纠缠 所有的友谊也没有了 按这个钱 也未必能够拿得回来 从我们的这个会计师的角度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鼓励 几些华人朋友去寻求专业的帮助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澳洲的税法 有多复杂 澳洲有100多种税 其中所得税的篇幅 大概有12000页 那么如果是高净值的客户 我们还是鼓励他们 去寻求专业的帮助 第一是为了避免 在不经意间去犯了错误 第二也是通过专业的顾问 去寻求合理合法的税收筹划的机会 在投资之前 一定要找比较有知名的 资深的投资顾问 对这个投资 而且是第三方独立的投资顾问 对这个投资进行分析 它的风险在什么地方 它的回报在什么地方 它的投资期限和客户 所希望的投资期限 是不是符合 除此之外 客户应该对投资的文件 也自己比较谨慎地审核和阅读 确保他们对投资 所有的部分物件 还有投资所有的回报期 回报承诺和不担保 都是非常了解 客户经常第一句会话问我的就是说 我投这个东西怎么样 最省税 从我们的专业角度来讲 很多的时候 对我们现有资产的保护 以及我们资金流 流向的一个需求 它其实是跟咱们的税务构 它是息息相关 紧紧相连的 在很多的情况下 我们如果忽略了咱们的现有的财产保护 以及咱们以后现金流的取向的问题 仅仅是为了达到它的tax efficiency 那在这种情况下 很有可能达不到一个更好的一个 就是全局的这样的一个outcome 比如说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 有了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是说做了好多的研究啊 调研啊 市场的模式啊 这样的所有的financial modeling 什么都做过了 但是后来发现 我可能要需要进行这个投资人委员会的 这样的一个approval 投资人委员会 虽然它现在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而且这个要求越来越严厉 而且从不仅它是从投资方面有一些束缚 后来它现在也在税务上面 有一些conditional的这样的一些要求 所以呢 我的建议就是说 咱们的新的投资人 在刚刚入市场的时候 要充分的了解咱们要投资的整个的一个目的 然后engage我们专业的团队 朋友之间的销售是效果最好的 但是呢 结果却是一般来说是最差的 因为这种销售模式渠道非常好 但是呢是非常不专业的 所以呢 一定要找到那个专业人士 按专业的方式来这个办事 丑话说在前头 然后什么都说得很清楚 这样的效果会比光是找朋友 来以这个杀熟的方式来做这些事情 效果会好很多 终究来说移民还是关于一个家庭 在国际之间的一个承诺 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半径呢 生活整个扩大 不仅局限于中国 甚至从中国到澳洲 再从澳洲到中国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平台也很重要 比如说接触像这个 就是比较好的这个高精致客户的 这种专业平台 那么能够给予他们呢 更多的这个成功案例的借鉴 跟这些已经来澳洲的这个第二代 或者是第三代 他们的打拼 他们的努力呢 进行一些学习和借鉴 甚至有效的合作 对他们来说呢 都是会非常有必要的